Vision without execution is daydreaming Bill Gates曾經說過 未付出行動的願景只是流於發白日夢 今天除了我會說下最新的幾單娛樂資訊之外 還會說下李亞彭生意失敗的前因後果 正所謂性格製造命運 這條影片我亦會由他高中時說起 他是曾經的當行小新、女神的收割機 天后王妃的前夫和歌委女星的前度 究竟為何會落得如此收場欠債累累呢? 就讓我們一起去看看 今天我的演繹會不會帶給大家一些啟示 不再讓你孤單 阿沙為你娛樂歡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如果你們是用手機的話 你的畫面見到我的影片 影片下面有一個手指公 手指公有一個動起手指 即是按了Like 按了它就會變成顏色 多數都是變成藍色的 然後如果你按分享的按鈕 它就挑了右手邊的畫面 你可以多按一下綠色的 分享到WhatsApp的組群 又或者是你的親戚 朋友 又或者是你們Facebook的社交平台 可以幫我分享給朋友 好了 我們事不宜遲 去今日第一單的娛樂新聞 好嗎?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 李亞鵬出生於1971年 小過王妃兩年 她出生於新疆烏魯木齊 她媽媽是一位護士長 後來是進修 也有上進心 成為了儀科大夫 她爸爸是一位普通工程師 其實你如果在香港做工程師 即是中產、諸滅人士 但在內地來說 不算賺到很多錢 她爸爸做工程師 專門是掌管負責實驗室 而李亞鵬還有一個大哥 大概兩歲 叫做李亞偉 亦跟他一起做生意 最後被法庭判 他們借4000萬 再加上利息 她1971年出生 1990年 她是19歲的李亞鵬 她誤打誤撞去了中央戲劇學院 通常上面的人叫做中戲 因為中央戲劇學院的名字太長 所以他們簡稱中戲 中就是中央的中 戲就是戲劇的戲 以下我都是用中戲來形容這間學府 而中國的戲劇藝術教育 中央戲劇學院是中國戲劇藝術教育之中最高的學府 她是讀這個表演系 但是在很多人眼中 你考到這個最高學府 讀演藝的 你考到這個表演系 每個人都很羨慕 不是每個人想考都考得入 但是她自認 她曾經多次跟她身邊的朋友說 李亞鵬 她說我在文藝上沒有任何天份 我都不喜歡唱歌 又不喜歡演小品 Jackie Fock 多謝Jackie 她說 我又不喜歡唱歌 又不喜歡演小品 為什麼呢 小品那些 可能她覺得 會有些小的劇 看不起 例如大銀幕 或者那部劇要很多大卡士 小品那些她看不起 並且她連講故事都不會 這裏是她自己的報道這樣說 這樣去批評她 但是其他在這個中央戲劇學院 投考到的演員 在這方面都很喜歡 但是她自己經常都說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演戲 我不喜歡演戲 但是她誤打誤撞 為什麼呢 因為她被她當時的女朋友 就騙了 我們一起進去 一起陪我去 考試 騙了 其實她女朋友想她自己 當時的女朋友想 李亞彭都一起進去考演員 可能覺得她英俊 你看到我剪了她的那些 後生的照片出來 其實她有幾分次是亭豐 當然亭豐還要型格一點 大家成長的環境 一個是Canadian Chinese 這個加拿大長大的 但是李亞彭就在內地 大家的氣質 那些水 都不一樣 大家的氣質不同 但是我覺得是有幾分次 你們覺得像不像 不過年輕人應該挺英俊的 好了 當時被這個女朋友騙了 一起考試 考入中央戲劇樂園 甚至乎她 給人的感覺 當場 考官的感覺 那個考官如何批評她 她說你無視考場的紀錄 紀律 人家的考場是有些紀律 譬如說你不准在這裡說話 影響其他人入戲 所以這樣批評她 但不知道為什麼 她最後都被這個中戲取錄了 取錄了是什麼原因 有很多因素 可能覺得她很英俊 而且她有這種氣質 你看她年輕的時候 她的氣質都不錯 不是脫皮脫骨 你知道我以前去深圳 我去華強北買了一些電子零件 有時候跟她們很熟 在店鋪裡 周不時跟她們聊天 又脫皮脫骨 不過我看到她挺好聊 又介紹電子產品過我 我就跟她聊 都是朋友 但現在不能上去 沒辦法 接著在1990年 李亞鵬以一首滿光紅的詩 去過了中央戲劇學院的考試 最主要就是她的文化科 就是拿到很高分 當年在新疆招生的時候 她的文化科最低 就是她全班其他同學的表現 最低到150分 但你猜她拿多少分 多謝小孩Kevin Kock 你猜她拿多少分 她當時是拿別人五倍的分 是拿519分 我告訴你 一個人 她在這裡拿高別人五百分 但是我告訴你 你真的要記住一句說話 上帝要你滅亡 必先要令你瘋狂 就是因為她拿這麼高分的時候 做就了她之後的投資計劃 令她欠債累累 你一點也不能看少這些經歷 我們從別人身上學到一些經歷 引以為鑑 就不用自己親身去經歷這些事情 所以聽YouTube頻道Smart Travel 是一個非常有價值 不只是聽娛樂八卦新聞的平台 OK 所以給個讚 麻煩 她拿這麼高分之後 一個月之後 李阿鵬跟她當時的女朋友 收到這個通知信 很開心 拿到這麼高分 然後就好了 繼續從事這個 希望可不可以入行 但是當時她考完試之後 她的心就不服 因為她也是被她女朋友騙進去 一起考試 就讀了這個課程 但是她覺得讀這個演藝科 就不夠專業 你猜她怎樣 別人問她 咦 你去到這個中央戲劇學院 你讀哪科 原來她有分不同的科目 不是每個人進去都只讀一個演藝 她自己這樣答人 她說 導演 導演系 又或者沒有導系 但是她偏偏就不說表演系 因為可能在她那個年代 可能做一個演員 都可能有少少被人看不起 覺得 那些戲子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做導演 就不一樣 因為她說她在裡面讀導演系 她不是讀導演系 但是她要吹 她要大 而且你讀導演和演員 當然是 除非你很紅很紅 如果不是整個團隊 一個電影 當然是出品人 出錢的 是最大的 然後可能是監製 因為控制了預算 要跟導演 究竟這一場怎樣拍 太貴 不行 之後才說到導演 除非導演可以說服監製 這個錢不可以省得 一定要出來的效果好 那就看看你的壓力 對不對 接著 她這樣不服氣 就告訴別人 讀導演系 不是讀這個表演系 對於做演員 或者拍戲的時候 她一點都沒有那個熱情 並且能夠理解之後 為什麼她經常都想轉行去做生意 但是她在1994年的時候 她就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 然後回到新疆 她無所事事在等下 有沒有適合的工作 但是 你不想做的話 天氣很有趣 你不想做的時候 要命運安排 有人打電話找她 找她什麼呢 演一套的劇 叫做不經深秋的故事 當然我們香港不太熟悉她的劇 但是之後她拍這些不同的劇組 令到她平暴青雲 賺到很多錢之外 還有令到她很多 找到很多蟹水 蟹水從哪裡來 當然是文西那裡來 對不對 達文西那隻文西 好了 繼續聽完我講下去 雖然她的心不想拍戲 但是既然人道找到她 她的心態就覺得 總好過蹲在家裡 無所事事 然後 到了1995年的時候 她參與拍攝北京深秋的故事 同年跟陳寶閣合作 這個故事 不是同年 就是做完北京深秋的故事之後 在同一年 也是1995年 她就跟陳寶閣合作 一個故事片 叫做燃燒的慾望 然後拍完這兩套 然後到1997年 跟五四年合作 經港外情線 大家有沒有印象看過 我自己沒有看過這套電影 我不知道 在1997年的時候 小倩 去了內地發展 但是很短時間回到台灣 好了 當時她是這個小鮮肉 血氣方剛 當然是志不在此 因為她的心 本身都不是想拍戲 她想溝戀 看到這個小倩 當時很紅 有些人 我想問問網友 你們覺不覺得她有氣質 我其實不太好看 我怎麼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她上鏡 跟真人不同 可能她上鏡 多謝阿四 Jaycock 好了 在拍完小倩的經港外情線之後 1998年 她又遇上徐靜蕾 拍攝這個 把愛情進行到底 我現在就不斷說一下她的工作 待會再詳細說她的愛情 緋聞和蟹水 好了 當時1998年 和徐靜蕾拍這套劇 成為了內地第一部青春偶像劇 哇 當時真的是青春偶像劇 以前沒有的 沒有那麼開放 慢慢慢慢 國家開放 接手這些 在1998年拍完這套劇之後 接著火紅了 非常紅了 好了 但她的心不在此 她根本不想做演員 但偏偏要她紅 好了 你這麼不想做 但那些努力不斷上來 接到 即是紅了之後 接到什麼的劇本 就是這個笑傲江湖 飾演令狐聰 告訴大家 你們有看這個金融 知道令狐聰在笑傲江湖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好了 這個角色 令到她的事業能夠穩固 即是折折上升 人氣急升 接著她也和這個周遜 遇上這個周遜 拍什麼呢 就是射雕英雄傳 哇 套套也是厲害的 她自己 初初看不起那些小劇 現在給你一些大製作 對吧 好了 她心急不甘情不願 又拍戲 又和女兒 她過了好幾年 然後她在演藝事業名利雙修 而且一度成為內地影視界的四大當雄小身之一 水漲船高 有人氣的話 你的片酬也收得多 即是說在那段時間 賺到錢 哇 記得了 我真的要再說 在不同的階段 我都會說一句說話 上帝要你滅亡 必先要令你瘋狂 令到你個人覺得自己真是好 將你的自信心 你的明星光環 一路的自信心 好像以前我們小學讀書 有一個不自量的青蛙 不知怎麽 她的氣很大 最後她的肺就爆了 然後命都沒有了 我現在一路一路說 她的經歷 你就會知道 其實一路的天氣 好像令到你很高 但是如果 你一個人一路的天氣 比好運 你不懂得去自信 知道你自己的能力 又或者你的長處短處 你適不適合做生意 她一路都是不喜歡做這個演藝事業 即是覺得看不起 做藝人 都是做戲給別人看 她自以為自己是聰明才智 可以在投資 做生意那方面 好了 她在演藝界賺到錢 轉而開始去投資商場 即是商業的戰場 其實人人都知道 其實李阿鵬的性格 跟你做了幾年的對手戲 跟你工作的人員 覺得多多少少 感覺到她的性格 好像你們每晚聽我的直播 你們都會感覺到 我的性格是一個怎樣的性格的人 多多少少都知道 知道她其實只適合演戲 不是那麼適合投資 但偏偏你不喜歡我 即是你說我不行 我偏偏做給你看 做一番事業給你看 好了 她曾經這樣說過 她說 我都騙不到自己 因為我身邊很多優秀的演員 包括大學的同學 好像黃海兵地 陳建斌地 他們自小就很喜歡這個文藝 而我是半途出家 我們大家一起長大 我知道她對於藝術是很投入 和獻身的 和我自己沒有這個天分 她自己的感覺 不只是浪費命 說自己好運 總之她這樣回答人 你看到如果將來她真的重傷的話 你這樣說話的時候 這些說話是不夠做一個商家的公關技巧 所以已經看到少許 我待會慢慢告訴你 為何她弄到欠債累累 因為每一件事 做商家有做商家的條件 做明星有做明星的規限或條件 好了 她天生覺得自己不是有藝術的細胞 其實她的父母也只是希望她可以簡單單做一個穩定的公務員 例如糾察隊 捉捉小販 你想想文西本身 即使她有這麼多研究 她也是被她的精神病院給人研究 早期內地的人才的選拔是類似的 對吧 點到即止 要不然我死定了 然後她就說她自己不喜歡聽她的父母 我這麼好頭腦你叫我做這個公務員 很多年輕人 現在很多網友都是為人父母 你有沒有發覺和年輕人溝通 有時她可能覺得 你這麼看小我 我一定要厲害給你看 但是你真的要和她溝通 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有那方面的才華 有些人是不太知道自己的才華 過了龍 太過高估自己 但是太過低估自己也不好 如果她說我哪行 你就需要去一些適當的鼓勵 好像你看到我 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鼓勵人的 我以前 譬如我以前那份工作 我看到別人做一件事做得厲害 我第一時間稱讚她 醒目 非常聰明 你認識任何我和舊同事 都知道我是這個口頭善 經常稱讚人醒目 當我知道她做到好的事 我是即時稱讚的 當然 有時間 如果我看到她做的事不太好 我都會提點她 不是這樣做 做一次給你看 但如果她重複這樣犯的話 我真的厲害 我真的厲害 重複 告訴她 不是這樣做 你一點都沒有心張在的話 我真的厲害 好了 繼續說 然後她自己覺得別人很羨慕她 你爸爸媽媽叫你做公務員 七驚無神 你又不知怎樣做了明星 還紅了 還賺到這麼多錢 但在這個時候她採取了瘋 她一定要將積聚了這麼多人器和資源 她就開始轉到這個商界 她立志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 在這裏 之前我講她怎樣投資失利的過程之中 之前我去下一段 我亦講一點 其實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 除了你本身要有一個願景 你將來想做到什麼情景 你的公司 想做到什麼規模 是有一個願景 譬如說 這個Starbucks 譬如我們自己讀管理的時候 每一間公司你要考慮她 她第一課就叫你有什麼願景 譬如說很多不同的成功公司 好像以前我們讀的時候 Starbucks有一個願景 就是the third home 除了家裡之外 除了辦公的地方之外 她就是希望Starbucks 現在你就不要說 因為你知道很多不同的因素 但當時我這麼多年前讀這個管理的時候 她的Starbucks本身在美國 就是希望自己的公司做到第三個家 the third home 這個其中一個就是 你有一個願景之後 然後你要有一個 你要有那個執行力 將你的願景怎樣可以化成 是可行性的計劃 可行性的計劃之後 然後再把它成為十年一個計劃 一個目標 你要願意到什麼位置 或者五年或者一年 或者是這個月之內 或者這單生意 你有什麼目標 好像我自己做YouTube 我希望說 我在這個時間 我想衝破十萬的訂閱 然後衝破之後 我不會將自己停下來 我再設定一個目標 就是影片的左下角 如果是手機版 這些就是一步一步 你怎樣把你的願景 還有你的dreams 你的願望 你渴望 將它類似一個 好像一個大的畫面 大畫面就是夢境 你怎樣把它有實行性 就是一個計劃 將它再細分 細分 好像我這樣 剛才說了 例如說一間公司 你也會說 我們十年之後 你想的計劃是怎樣 接著五年 接著一個月之內 這個月的target還未到 今天每天的target 甚至乎 譬如說以前Jordano 他們做每一個店 這個小時 哪個顏色的t-shirt 賣得最好 接著他們叫咪 叫咪之後 可能在電腦上 可以查到 哪一間分店 現在的銷售是最好的 其實很多很多學問 在這裡 重要就是 你要跟別人 談判 溝通 還要做管理 將你自己的 執行力 執行那樣東西 列明 例如昨天我說 前日 講一下趙薇 他自己也要開會 譬如說你現在政府 最更新的 要求那些藝人 要有什麼行為 有什麼規範 他就寫這個memo 給他下線 譬如他的manager 經理人 再有些經理人 然後管他旗下的明星 他去張哲漢 他去日本旅行 你寫下你的行程 我要知道你要去哪裏 你可以避免了 無端端經過那個靜覺神社 搞到這麼大件事 這些其中一個管理的技巧 怎樣跟下面的人溝通 你去哪裏 但是 如果你做到明星的 你覺得你自己紅了 當你去到這個商業場所的時候 怎樣說 商場無父子 我和你搶到這單生意 最多賺到錢 我私下請你喝茶 就行 但是如果你去到商場的話 亦都好像說回昨天那單 即是我說的 誰是阿拔 Sea All Star的阿拔 你沒有可能說 那些生意全部的廣告商 都去他那裏 沒有可能的 很悶的 如果給我的話 全部的廣告商找我的話 我都覺得是悶的 那你會不會到時說 誰需要錢 我分些廣告給你 不可能這樣 是神經病的 所以 我告訴你 他很後悔的 如果我是外面的公司 一定不會再找他 旗下的人賣廣告 所以被他淚死 好了 繼續說 我現在下一段 所以 他自己想大了我的頭 一路一路 這麼幸運 但是當你幸運的時候 當你的路走得很smooth 很幸運地進入了中央戲劇學院 然後又很幸運地 給你一劇一劇 很好的劇本 很好的演員 很好的導演 團隊 令到他爆紅 成為這個 受歡迎 是不是 好了 現在 就整整整整 報導的智商心這麼大 去投資這個商界 下一段 我就告訴你 他一個個的計劃 他不是一次輸完 他輸完之後 再輸 再輸 即是 旅敗旅戰旅戰旅敗 給我喝一口水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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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